日本是不少台灣人的旅遊首選 但勸金船搶劫事件 一名41歲的台灣男子 20號晚間在河濱車站附近 招人持槍搶劫 根據了解 嫌犯是一名44歲的男子 他持空氣槍 對著站在計程車招呼站附近的男子威脅 試圖要證明台灣遊客交出身上財物 一旁的民眾看見 趕緊協助報案 遇強的遊客也在幫助下 順利脫逃沒有受傷 21號省奈川縣警方 以強盜未遂罪嫌 將著名男子逮捕 根據統計 光是在今年9月 防日的外國遊客 大約就有218萬人 日幣不斷貶值 讓許多外國遊客湧入日本 停留日期也增加到10天 但對當地人來說 卻飽受通膨折磨 隨著旅速不斷漲價 不少日本人必須住在市郊 市中心只有外國遊客住得起 日幣貶值帶來的觀光衝擊 也讓在地人抱怨連連 我剛才會提供 不斷責